准备 小心 朋友们 指示滑动 是我们教育课的一个特殊环节 在滑动性中 希望大家注意好 女装妹和自己的单元 大家明明妹 定树虫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前面那个人划过的树枝 谈到后面人的眼睛 其实那个河流是比较凶险的 我不小心踩通了 我来这里 剪这个卡簧的种子 至于剪这个的话 是一个秘密 所以你就知道了 班长 我嘴好像发舞出来了 我的脚是完全被卡住的 太好了 上 上 同志们 根据大家进行表现 我决定为大家安排一场 特殊的新兵教育课 本次教育课由周云将班长 组织大家主班进行 为了培养新兵们扎根边方的信念 连队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一堂 特殊的新兵教育课 不过 要想参加这堂教育课 体能也必须过关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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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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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力量是稍微谦取一点 我们大家给他鼓鼓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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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帮你来一个 一 二 三 来自广东的新兵陈宗汉 被战友亲切地称呼为小胖 初次来到高原 小胖很不适应 再加上他的体能在新兵里稍显逊色 周云将决心帮他快速提升 下次在拉单框的时候 拉的那个质量更高 数量更多 我们举着这个合成训练 主要练我们的什么 这个肩部 把这个肌肉练起来 空 一 空 七 空 一 二 一组体能训练过后 很多新兵都有点疲惫 而这时恰恰是拉伸体能的关键 为了增加训练的趣味性 周云将组织了一场PK赛 数量又多我们看随着对策下来随时最后的赢家好不好 走 走 合成准备 走 走 先用连弓PK一下 准备 准备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重一个 加油 一 二 三 三 三 加油 加油 还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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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堂未知的教育课 新兵们的训练热情都非常高 但这么多的体能训练 只是为随后的新兵教育课做铺垫 那么这个特别的新兵教育课 到底是什么样呢 班长邹云江还提前做了特别的准备 这又是为什么呢 种子的用途班长却一直不肯透露 记者带着疑问 跟随他们来到了纪念馆 今天我带大家来这里参观 给大家讲几个很有意义的故事 沾梁社哨所 有三个老阿妈为沾梁社哨所 预背送蔬菜 长达四十余年时间 我们团有三个有名的哨所 一个是沾梁社哨所 也是云中哨所 第二个哨所是卓拉哨所 也是挂在天上的哨所 还有乃对拉哨所 号称是西南第一哨 云中哨所 沾梁社 挂在天上的哨所 卓拉 西南第一哨 乃对拉 看着未来他们即将驻守的边防哨所 新兵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其实我内心是挺震惊 然后也挺佩服他们的 也向往他们 想成为他们 其实我对我的身体数字就是这些体能其实有点大些 因为这边海拔高 然后加上我体能有点不行 所以对自己是有点小担心的 陈宗翰入伍前特别喜欢画画 第一次踏上巡逻路的他 既兴奋又担心 还特意戴上了自己的画笔 在记者追问下 他透露 这将是个特别的礼物 那么 陈宗翰到底打算画什么 这些画又要送给谁呢 接下来沿路途中 从地往上 开始走 密林 河谷 雪山 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 新兵们要从海拔三千米 一直上升到五千米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上坡的时候 那个步子不要太大 身体可以稍微向前 那么一点点 靠近树虫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小心 小心那个 前面那个人划过的树枝 闪到后面人的眼睛 知道吧 一定要注意 新兵要征服的第一关 就是穿越密林 树林里经济丛生 地面上遍布着枯枝烂叶 不仅要防备着 不被树枝划到 还要注意脚下 不被树根绊倒 刚走没多远 陈宗翰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小胖 我给你准备了 一个好东西 待会儿你坚持 坚持 到了我 给你一个惊喜 小心这个位置 会有水 还有有点像导泽 不要掉下去了 一路上 周云江不仅时刻 关注着新兵们的安全 还在教他们一些 生活的小诚实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 这个就是菊菜 但是要吃那种嫩的 在这个云南贵州方向的话 就是吃菊菜是很正常的 对吧 小菊菜 这个笔刮在头 弯腰过来 马上就到了 那边 天下 快快快快 经过不懈努力 新兵们抵达山地 此刻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满意新地 但接下来的巡逻路 却让新兵们 一下子紧张起来 因为危险 正步步逼近 河边的石头 青苔比较多 希望大家要注意脚下 踩稳了 我们再走 不要因为踩到这个石头 或者是滑倒 掉在河里面进 安全要注意 听到没有 是 加油 坚持一会儿 小心啊 小范加油啊 巡逻路紧靠着湍急的河流 脚下是崎岖不平的石头路 石头还非常湿滑 稍不留心就会滑倒 新兵们每走一步 都十分小心 大家走慢点 我们在前面休息一下 小心 冬天的冰河寒冷刺骨 官兵们汤水过河非常危险 突然新兵陈宗汉踩到了不满青苔的石头 滑了下来 其实那个河流是比较凶险的 然后我不小心踩空了 差点摔倒 刚刚掉河里面了 有什么感受啊 就紧张 以为被河水冲走了 紧张吗 当年我寻落的时候 吊在河里面比你这个更严重 没有什么需要紧张的 好不好 我们把那个墙系下来 先休息休息 缓一缓 帮他们倒去睡一下 此刻 新兵们体力都有点透支 简单修正时 陈宗汉却从背包里 拿出了他的画本 他打算画什么呢 我和帮长和战友们 就是我当时在河边那台 那个石头很滑吧 水流很急 然后不小心踩空了 踩滑了 然后就不小心落水了 还好帮长有当时在后面扶住我 所以我们才没落水 被冲走 原来陈宗汉是想把自己经历的惊险一幕 用画笔记录下来 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 记者突然想起出发前 邹班长搜集的那些塔黄种子 里面都会收集 因为这个塔黄 它就是生长地区比较短 你想高海拔地区 要4300以上才会生长 人上的4300都会去养 但是这个植物 它就很特别 尤其是给我们这个 电防精人 有一种精神给我们说的 至于是什么精神 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塔黄通常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石滩地区 一生只开一次化 是这里特有的植物 那么邹班长搜集的塔黄种子 到底有什么用呢 探过冰河 新兵们即将面对此次巡逻路最艰难的考验 爬雪山 眼前这座雪山海拔5000多米 由于天气寒冷 积雪下都是冰 不断从高处滑落 这条雪山路充斥着重重危机 新兵们真的能翻越这座雪山吗 班长都已经到雪山了 你检验那些种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你着急 你怀里就知道了 巡逻路已经接近尾声 周云江还没有揭晓种子的用途 他所说的塔黄精神 在经历过巡逻路之后 新兵们能否领悟呢 新兵们唱着歌 再次向雪山冲锋 而他们还不知道 雪山上还有很多挑战 在等着他们 我们大家要集体力分配利用 小心点 我不会每一个小地方我都要来拉你们 这是体验射巡逻 体验的话我们就要寻找方法总结经验 小心枪 枪给我 枪 枪先给我 待会你把枪枯坏了 枪给我 对给我 把枪给我 手给我 好 你从这里往前面 往前面走 你从这里 从这边 从这里往前面走 往前面走 等一下 好 要把枪帽子 跟着我的脚印走 我和我都不能这样 班长 我就好像把枪输出来了 我都扯着 tenga 什么 那 tiger 还有空气吗 我觉得 会不会死 很快 一点点 你有脸啊 手 站住 一声 因为那个水 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雪的航能有那种危险度 因为那个雪 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雪的航能有那种危险度 踩到那個雪的時候 我的腳是完全被卡住的 完全被那種雪給埋住了 然後怎麼拔都拔不出 然後同志們幫助我一起 就把那個腳給拔出來 由於這裡海拔較高 山上常年積雪 道路非常濕滑 很多新兵都出現了打滑摔倒的情況 大家注意安全啊 我們每次在邊緣巡邏的時候 那個路都很難 比這個難多了 現在主要是為了帶新同志來體驗 石塊路 還有就是這個冰溪的路段 我在前面帶路選擇的路都是 相對比較好爬的 以後他們下到基層連隊面對的問題 比這個難多了 我們待會兒這是最艱難的一段了 就是說上面就倒了 這裡的時候我們就要 手拉手的就上去了 走 怎麼拉 積雪掩蓋了道路 大家每走一步都十分小心 可陳宗翰還是發生了意外情況 還好嗎 我準備把我手拉緊了 我拉他的時候他手滑了 他踩滑了 我沒拉緊我的手 壓制住血了班長 等下等下先把槍吸下來 來來 先扶起來了他 等一伸下來 等均衣下來 先把槍吸下來 均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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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他拉滑了 他上的時候踩滑了 踩滑了 你剛剛是踩滑了還是暈倒了 我眼睛取一下 眼睛取一下 他牙 我剛才 牙齒 姿 姿一下 姿下牙 舌頭伸出來 沒問題啊 沒問題 你剛剛是踩滑了是吧 不是暈倒了是吧 有沒有耳受傷 有沒有耳受傷 我感覺我剛才投有點 小腿和小腿 投暈嗎 投一點呼吸 有沒有困難 投一點 投一點 有點 有點 好像吵不過來 沒有哪裡受傷是吧 沒有哪裡明顯受傷是吧 沒有意思 從廣東過 信兵猛力經艱險 如願到達了此次巡邏的終點 而此前鄒云江蒐集的種子 也終於在此時 揭開了他神秘的面上 上來的時候給大家準備了一個 小禮物 這個種子的名字 叫高山塔房 每年帶兵的時候 甚至是在老兵連隊 我都會給我們班的人說 塔皇是一種精神 塔皇精神能夠帶給我們 麵糊給什麼啟事 你們知道吧 不知道 不怕嚴寒 不怕嚴寒 不怕艱苦 還有呢 不畏冰雪 不畏冰雪 它就是一種 邊防軍人 扎根邊防 但塔皇它就是那種精神 扎根在最艱苦的地方 只要有一點點 就是只要有土的地方 它都會生長 這種塔皇的很有意義的事情 在這個邊防線 徐玉高原 一直延續下去 鄒云江讓新兵們把種子種在山上 也希望它們能像塔皇一樣扎根高原 也讓我體會到了巡邏路的艱辛和不易 我以後也會像我種在雪山上的那顆種子一樣 在邊防的路上深根發芽茁壯成長 在爬坡路 這種艱苦沒接觸過的寒軍中 其實自己還是零的一種狀態 和他們同樣的一個起跑線 我從周班長身上就學到了一些 邊防人員的扎根邊防 衛國樹邊的精神 讓我體驗到了邊防軍人的不意 也讓我更下定決心了成為一名邊防軍人 新兵們的第一次巡邏結束了 他們平安回到了營區 此時陳宗漢又拿起了畫筆 開始作畫 我們當時在雪山那個畫面 互相幫助的時候 這個畫面可能是 這幾次巡邏的路線 貼巡邏的路線的時候 是最有意義的吧 你還畫過別的嗎 還畫了什麼 你去給我們看一看吧 我就畫了 我們當時在河流互相幫助的時候 然後還有一幅就是 對我比較有意義就是 我們的班長然後在幫助我們 進行體能鍛鍊 我們在拉那個單槓的時候 穿密林 過河谷 爬雪山 新兵陳宗漢將這一路的珍貴技藝 定格在筆端 而這些畫就是陳宗漢出發前說的小禮物 不過這些畫 到底要送給誰呢 我這次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是我們當時爬雪山的時候畫的畫 這次我想送給你 是因為這次雪山對我們來說意義比較深刻 讓我們感受這個巡邏路 還有那個種種子 這是第一個這是你 因為你扶住了我 然後後面是那個 東森 然後拉住了我 所以我才沒摔倒 還有我們的嗎 還有我們的嗎 有 有一個是你 因為你體能是最好 我想留給你一個做過紀念 哎呦 這個單槓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然後讓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以後能想起彼此 沒有 回憶只是一方面 可能就是因為 周幫長大我們體驗了這次 編防路線吧 對於我這次新兵來說吧 可能是意義非常重大的 那他們以後看到這些話 能讓我想起我們之間的友情 然後也想起這段美好的回憶 塔皇扎根高遠 不具海拔 不畏嚴寒 一代代邊防軍人 猶如塔皇一樣 駐守在祖國的邊防線 綻放出無悔的青春 綻持人 綻持人